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扑 巴 巴占了接近一半 技术含量越来越高 应超官创时 欧洲大陆还有三周时间运作 西甲已接近西亿的净支出紧随其后 伊甲列第三 又落后西甲一亿 德甲接近收支平衡 法甲泽海捞了一票 赢于高达1.2亿 黄马巴萨还未正式启动 下的单子不过是三四千万的小买卖 西甲目前的标王是勒马尔 身价七千万欧元 马静也难得有更具雄心的收购 依次黄马巴萨开始断钱 有望缩小和应超的差距 反超的可能不大 伊甲的购买力没有明显提升 只有邮伦图斯吃蹦教主 整体和应超 西甲还是难以相提并论 英超引员红火 体现在集体采购 标王是切尔西的新门凯帕 四名也是门将 巴西国门阿利松加盟利物浦 身价都在八千万欧元以下 身价前十的新元散落在六家俱乐部 但没有中锋 马赫雷斯和理查利松的角色较模糊 边风 内风或者中风均可 这和去下形成对比 马连 切尔西和利物浦各自施进卢卡库 莫拉塔和萨拉赫 今年步强者中在中后场 热辣甚至没有变动 砸钱如此踊跃 新丁又以技术型为主 英超在欧战的前景 是否会比上季更好 所谓更好 目标只有 一个 夺冠 时隔六年 英超在右代表机身决赛 利物浦与竞标师之交臂 继曼联一年前得得欧联杯 阿斯纳又打进四强 砸钱还是管用 也是利物浦今下成为英超竞投入守护的原因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先检讨一下英超上赛季的得失 英超五强集体出现 锦切尔西贝德小组投名 超越两年前西甲五强的正赛成绩巴伦西亚和塞维利亚将格去打欧联杯 是自2006年以来第一次 其中最芝嫩的热刺 利亚欧冠一哥黄马 轰动足弹 欧冠小组阶段一起步 英超球队的成绩便令人盗目相看 除了利物浦主场被塞维利亚逼平 其余四家全部告捷 五对金十八球十三球 得失球六比一 场面也是一边产占据主动 小组战罢 英超胜率超过七成 直到第四轮才出现败绩 小组撒场只输三回 利物浦和热刺不败出现 之前最佳胜率是2006-2008两年 四对军胜十五场 略高约六成 比于上季于十个百分点 上季进球产量也优于历界同比 五对进球全部上双 利物浦大纪念三球拘手 破了曼联勇夺三冠时 小组阶段念球的英超记录 利物浦以两球之差 区区大巴黎之后列小组进球自袭 但创下小组阶段两次单场七比零大胜对手的汉人记录 巴萨 罗马 尤文图瓷进球没超过十个 在小组阶段射手榜前十中 利物浦囊阔属于英超的三席 菲尔米诺 库蒂尼奥和萨拉赫联手打进十六球 人数上与大巴黎并列第一 英超在欧冠小组的佳绩 并不意外 这是巨额投入预期的回报 五英净投入4.26亿 只有热刺略有盈余 汹涌的投资狂潮 再有名帅带队出征 初步来这个成绩 那才叫多多怪事 进入淘汰赛 英超和列强的差距就出来了 只有利物浦打进4强 热烂 曼联和切尔西在十六强分别遭尤文图斯 塞维利亚和巴萨淘汰 由于曼联出局最令人震惊 热刺输在经验不足 场面占优之下 为对手所称 切尔西和巴萨实力差距明显 曼联被实力低于自身的赛维利亚党在八强之外 虽有阵容不均衡的借口 主教练用兵失误是主要原因 热刺能进淘汰赛 利拼黄马投名晋级 对比之前一级小组只剩一场的第三 进步扎实 切尔西走出隐身欧战一年的阴影 未能走得更远 一是千运不佳 二是孔币的外战修行不足 曼联和利物浦顺利挺进八强 却遭酬签住弄撞在一起 否则双双打进四强不成问题 曼联和利物浦闯入决赛的六年间 英超仅三进四强 夺冠一次 这六季的面四个半决赛席位 西甲占一半 德甲占四分之一 尤文图斯两进四强都打进决赛 六年中 英超球队晋级淘汰赛不过十七对次 只有一次实现满员出现 打到八强已是独苗 和西甲浩浩荡荡的行列难成比例 英超被拜仁淘汰四次 被巴萨淘汰三次 被黄马 大巴里 马进和摩纳哥各淘汰两次 不难看出 英超要取得超过上季的成绩 首先是增加八强席位 其次是确保四强半壁 本季英超只有四对处征 曼联和利物浦在进八强问题不大 热辣和曼联谁能机身八强或者都机身八强 则要先看小组对手是谁 一级淘汰赛的抽签形式 热次和曼联过去两季打欧冠都在进步 利物浦则要保持 不确定的是曼联 曼联仍是最有希望恩顶欧冠的英超代表 瓜迪奥拉在拜仁三年 曼联两年都未能闯入决赛 要平息外界对他的质疑 他必须带队打进决赛 同样 克洛普也到了必须拿锦标交功课的时候 利物浦增援到位 英超首轮大圣西汉姆已经发出强音 八强有三 四强有双 最终夺冠 只有这样 英超才能甩掉有钱无财的标签 南方人 storms 根本审敏斗 地卡 �歌写环 Zhang 特别效嫅张 身分给文改静 因此向文化